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非常非常下饭的瘸子酱 主要食材有正经的瘸子 青红海椒 姜还有紫皮毒蒜 这些不喜欢吃的都可以不放 瘸子把八倍去掉过后切成条 切好的瘸子给它放入蒸锅 盖上盖子 上漆过后用旺火给它蒸三分钟的时间 这里切记不要蒸太久的 蒸太久的瘸子全部蒸趴了 时间已经正在差不多了 关火把这个盖子揭开 然后直接把这一盖给它全部取出来 让它冷却 先放到一边晾凉 小青椒先给它切一下再炸碎 这个红的小美辣也给它切成圈圈 这个紫皮毒蒜也给它切一下 等下炸碎 老姜也切一下放到一起炸 也可以用搅菜机把它搅碎 瘸子就快多 多好够先给它装入碗中 老板正在洗浆哈 洗来泡起哈 你们渡鱼的时候就可以来抓 这个蒸好的瘸子稍微把水分给它捏一下 还要放入一个大的容器中 也不要把水分捏得太干的话 一定要保留一点点 下入浆才栽好的海椒和蒜末这些 然后加入盐巴 这个盐巴不需要太多哈 太多了会很寒的 这个高度贝酒一盖根哈 它有杀菌防腐的作用 再来上一点贝糖缓解辣味和增加鲜味 骨干酸辣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耶 这还活装过我们就拿个瓶瓶给它全部装起来了 刚好一罐锅还剩一点啊 剩一点拿个小尾装起来就可以了 给它扛起来密封起来 这样子一般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保存的话 可以吃过一个月的时间都不会坏的 今天的这个瘸子酱就做好了哈 也叫腌瘸子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做法呢 具体味道我们还没有告 我们马上来给大家告一下味道怎么样 就是晚点剩下的哈 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鲜辣味 然后捞下去是瘸子这种催生生的感觉哈 它不是那种很啪嘞 总之来说是比较开胃下饭的一道菜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剩过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